不磕头不烧香照样重大奖 七大生肖六月后要发大财了 生肖马 生肖蜀马的好友过去的一年可谓沾沾自喜 东风快已 有巨大的收获 俗语说 物极必反 近来这段时光蜀马人不时处于低谷 生存上的不快已增加 各方面都大有压力 幸亏六月后蜀马人的财气会开端上升 还简单收获横财 使自己的开展开端取得转机 蜀马人开端完全词别低谷 事业上从头绽放火力 工作上变得风生水气 身旁盈利的时机也开端增加 生肖羊 生肖蜀羊的好友自古就是吉祥的代名次 他们在财产收入方面的表示 也堪当此任 蜀羊的好友固然生存相称低调 可是为人处事却十分的完满殷勤 身旁慧慧翠一批密友至交 生存中互相称持 事业上互相依托 可以不时地发明佳绩 六月后蜀羊人有猪子协助 事业上运营得十分顺遂 更是有财心入命 除去事业会不是向好 买卖红火之外 财产收入也有巨大的潜力 生肖牛 生肖蜀牛的好友最不怕的就是辛劳 他们事业上勤奋长进 有着吃苦耐劳的优秀质量 最重要的是强大的毅力 继续以恒的绝技 会助他们在事业上不时取得打破 这些年蜀牛人的运势不时在转好 固然停顿迟缓 可是充满了期望 六月后蜀牛的好友财产收入会有大的增加 生存有了很大的发送 进入六月后财新开端进入命宫 好运来袭 横财大运也会来临 生肖兔 生肖兔在六月之后开始走好运 最明显的就是感情运势大增 六月一过生肖兔的异性源开始暴涨 对于未婚的单身人士 身边会有比较适合的异性出现 即使两个人不适合做恋人 做朋友也是对你非常有帮助的 生肖兔需要做的就是好好考察这些异性 切不可着急进入一段感情 对于已婚人士来说 虽然已经度过了热恋期 但是恋人依旧待你如初 还会时不时给你点小惊喜 感情只会升温 日子越过越好 生肖蛇 生肖蛇在六月过后开始走财运 经过一个春天的修正 生肖蛇在钱财方面开始有好的机会 虽说在之前生肖蛇就已经赚了一点小钱 但是六月过后生肖蛇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不仅会升值加薪 正财上有所增加 而且之前的投资也开始有收益 偏财上有很丰厚的回报 生肖蛇可以趁此机会大赚一笔 让自己的小金库有所增加 生肖龙 生肖龙的好友们在七月的初时 就会在财气上有着分明提拔的景象 并且并会不失往上涨 已是在这个七月内部属龙的好友们 将会有十分多的盈利时机 秉持之道年底 一整年前财无忧 生肖猪 生肖猪在今年是个顺风顺水的迹象年 不只在事业上可以得到更多的时机 贵姻缘也是十分饱满的 已是生肖猪的好友们 在这七月份要和身旁的人多打交道 猪子但是十分喜好 你们这类性情的人 人脉在任何时期任何行业都是金资本 不要害臊才干才气自来 用也用不完哦 难无大慈大悲观时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家里孩子是这几个生肖 将来光宗耀祖 有三生修来的福气 生肖猴 猴年出生的孩子天赋异禀 反应灵敏 富有灵气 他们从小在智慧上高仁义等 所以成绩名列前茅 除此之外 他们乖巧懂事 体谅父母 不会做出让父母操心的事 减轻了父母不少的负担 进入社会后 凭借吃苦耐劳的精神 闯出一片天地 让父母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家中有这样的孩子 注定大富大贵 生肖马 生肖属马的孩子 他们在天干地支的命理 格局之中的命宫是生为己命 所以说凡是出生在马年的人 即便他们不一定生于富贵的家庭 然而却一定非常有志气 而且不管男女 他们都非常有志气 在长大后的将来 必定都能够都可以为家族 带来希望和生机 大部分的生肖属马的孩子 大多数十分旺父母 小时顽皮长大聪慧成熟 因此他们在命理格局之中 从不缺贵人和财运 不是做官命就是享福命 总能使得家族年年兴旺 注定可以光宗耀祖 生肖牛 牛年出生的人一生重得守信 做事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广集财富 家业后世 但性格较为执着倔强 不亦服输 耐劳苦 有毅力 属牛的人一生少风险 名利平衡 子孙兴旺 他们个性执着 绝不半途而废 他们对待工作一丝不苟 具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所以成功的几率很大 并且性格温顺 善良 有机会开创光明的人生 有胆力和奋斗精神 聪明机敏 充满热情 富有引人之魅力 但有稍暴躁性 情绪亦多变 生肖鸡 属鸡的人头脑非常聪明 什么东西看一遍就过目不忘 无论是在学习生涯 还是工作生意 他们都非常优秀 他们会给自己的父母 赚足了面子 从来不会让父母亲丢脸 而且这个生肖的小孩 对父亲的事业影响非常大 能够帮父亲提升事业运 从属鸡的人出生那一刻起 因为他的存在 就给父亲带来了无限的财富 在单位上升值加薪 做生意平不清云 将来拥有巨大财富 生肖蛇 属蛇的人爱学习 他们能够学会很多人学不会的东西 而且属蛇的孩子 无论男生女生颜值都很高 气质非凡 看上去就非常有魅力 有些生肖蛇的孩子 可能小时候家里比较凶 早早地进入社会工作 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生活就会过得如此平淡 他们的才华不会被埋没 无论在哪个环境下 他们都能碰到自己人生中的贵人 给自己带来巨大财富 他们提高自己能力 遇见好的机会 将来一定是裁员广进富可敌国 生肖虎 出生在虎年的孩子 聪明敏捷 胸襟开阔 为人大度 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够想开 不会陷入死胡同 属虎的孩子一生人缘好 在事业上能够的贵人相助 既能逢勋化吉 又能百事顺利 一生一路不缺 旺父旺母 从小父到老 如果能够从小培养 将来在艺术和科学领域 会有比较大的成就 生肖兔 出生于兔年的孩子 性格开朗豁达 为人坦诚 从来不计较得失 他们的上进心不是一般的强 做事沉着冷静 非常理性 基本上会把每一件事都处理得完美 除此之外 他们独具慧眼 懂得该用什么样的人 在人际关系方面 更是如鱼得水 一帆风顺 最终名利兼得 神居高位 难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逢勋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进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心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富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 未经许